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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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像現在不帶Apple Watch 變成很不時尚之外 就不夠潮 那為什麼它會賣這麼好 好 基本上呢 潮不潮呢 是我們必買它的第一個關鍵 但是呢 在講手錶之前呢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發表會 今天的發表會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重點 不是主要是一開始有iPhone出來 不是 在進來之前有一場開場的動畫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一下 既然在開場的動畫裡面 開場的影片裡面呢 它的背景音樂是不可能任務 所以它是用類似不可能任務的情節 來帶入它今天所有的一個產品 那裡面第一個先生 所以翔哥你昨天是熬夜看新品發表會嗎 我們的同事熬夜 那我也稍微認真的讀了一下 一開始的話呢 第一個先生的產品不是iPhone 不是先介紹iPhone 他要趕快進門拿東西給庫克之前 他用Apple Watch刷了一下門 他才把東西拿給庫克一 而這個Apple Watch大家就很好奇 它到底功能在哪裡 所以今天最大的重點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 iPhone是很重要 但是大家認為iPhone 了無心意 因為我們對它實在太了解了 我反而認為最大的重點在於 Apple Watch 這次實在是太關鍵了 第一個關鍵 我們剛剛講時尚 把三張時尚給拉出來 對 我們再看前一張圖表 我們必須講 你知道嗎 之前有個新聞 我現在大家有印象很深刻 Apple Watch的最後一家門是倒了 那倒了的話 這次為什麼又要再發表全新的Apple Watch 對 有一個重點是 你知道時尚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他不斷之間跟Hammer Hermers合作 跟Gucci合作 跟LV合作等等 聽說這個錶帶不便宜 這個錶帶可能要價十幾萬 而且你們現在去 如果大家去買Apple Watch 有一個重點 你去買Apple Watch 一萬兩千塊一萬五千塊的話 他是給你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塑膠的錶帶 塑膠錶帶 你其他的錶帶全部都要你自己配 那最後一家Apple Watch店 倒了的意義在什麼 接下來可能你的Apple Watch要買的話 除了是Apple iPhone的專賣店之外 可能跑到LV去買 可能跑到Gucci去買 可能跑到Hermers裡面去買 那也引爆了其他相關的商機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買這些東西 他等於是一個精品 那第二個重點的話 必買的重點是什麼 庫克有說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剛剛不是講說 那個Apple Watch的話 他很重要嗎 他有講一句很關鍵的話 他說他這次賣的是健康 還有一句話就是效率 因為Apple Watch 可以讓你的健康更有效率 得到一個提升 那這是我們第三個重點 我們現在講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的話 就是超高CP值 什麼意思 一隻手錶一兩萬塊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我說他很CP值很高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他這次的背面 跟上一代有什麼不一樣 他這次背面改成陶瓷的背面 可以幹嘛 之前的話是金屬的 金屬 代表傳導更快 傳導更快是傳導什麼 他後面其實背後有一個 藍寶石來水晶的覆蓋 他那邊傳導什麼 傳導我們剛好強調一個 心電圖 或者是心跳等等的話 都可以在這次的表上面 來做一個呈現跟感測 就像庫克所說的 更多的效率 來談談你的所謂的一個健康 那利曼呢 那我為什麼他CP值很高呢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呢 以後啊 我們就不用去買這個心電圖機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是心電圖機 因為用透過心電圖機的話 他可以照出來 我心電圖目前這麼正常 這個東西的話通常 他有沒有心率不整 對 那這通常呢我們要去大醫院 等同心排隊啊 然後去檢測 很麻煩 或者自己買一台回家 對 自己買一台的話 他今天還強調透過FDA 美國食品安全局認證的 已經認證過 如果有認證過的話 價格多少錢 我稍微找一下 35,000塊 買一台心電圖機要35,000塊 可是買一個15,000的Apple Watch 就可以取代他 就可以取代他 所以CP值超高 CP值超高 另外一個超高是什麼 他這次可以獨立作業 就像大家可以講的 我們以前的話呢 Apple Watch怎麼樣 他只能跟手機一起在一起 你離開他的話呢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用他很多的功能 包括通電話 這次的話呢 裡面他可以做插卡 或是eSync 類似一卡多用 這樣一個功能的話 你以後啊 大家可以 你也要去運動啊 不要再戴iPhone了 只要戴手錶 戴手錶就可以了 你的手錶就是 你的小型iPhone 他可以做很多功能 包括你問他任何事情 跟你打電話 跟你看Line 都可以透過他來做一個完成 真的因為我每次 如果去買東西 手上提兩袋重物的時候呢 手機突然響的時候很麻煩 還要把東西放下 然後再去拿手機 如果現在有Apple Watch 我直接手舉起來 就可以接電話 而且還有一個隱藏功能 可能接下來會發生 他呢 我們進公司的話 第一個步驟通常是什麼 刷卡 接下來呢 他也可能變成你的刷卡的記憶 他有這樣的隱藏功能的話 之前是開放在教育 學校運用 現在有可能開放到 所有的工章行號 都可以用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認為他必買的關鍵 CP值非常非常高 好想賣 對 第三個關鍵的話呢 孝親神器 怎麼說 我想問一下大K 如果你想要孝敬你的父母啊 通常很多人的第一個 想要買禮物是什麼 通常買按摩椅嘛 對啊 躺在那邊很舒服 對啊 或是什麼按摩器 有沒有 而且放在家裡很大班 有沒有 如果那個貴客到你家 唉唷 有孝順喔 有沒有 只要有看到按摩 我就覺得這個子女有孝順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最近最流行的神器是什麼 你知道嗎 機器人有沒有 你擺一台這個機器人在家裡 然後他可以幫你做監控啊 問他一些問題 他們也認為是孝敬神器 因為他可以去幫你 照顧你的父母親嘛 但其實呢 有一個新間東西出來之後 其實都不用再買這些東西 他就是Apple Watch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取代這些功能 第一個 如果你的父母帶上去啊 心跳如果太低的話呢 他會提醒你喔 什麼意思 當你在家裡面的話 心跳突然變得很低 或者是你在房間的心跳變得很快 不要想歪喔 心跳變得很快 他也會提醒你說 你發生什麼問題 你要回答他沒有問題 他才會放過你喔 有問題他可能會幫你做通報 你要回應他 要回應他一下 第二個的話 心率不一致 你心跳忽高忽低 其實他裡面就有一個大數據 才採取你的平均的心跳 就是你的平均值突然超過的話 超過 或者是他會覺得你怪怪的 我可能要做一個檢查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心電圖的一個偵測功能 所以說了心電圖裡面的話 他都可以做真的 他細膩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你走樓梯有沒有 他都可以感受到你在走樓梯 然後你走一走之後 突然滑倒有沒有 像這個圖 突然滑倒有沒有 他也可以發現你摔倒 但是你沒有摔倒 你起來對不對 他不會提醒你 他知道你滑倒而已 細膩到這種程度 第三個帶你突然摔倒 他馬上就會感受到了 所以說其實呢 孝輕神器 如果你真的帶上他 可以取得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所以你覺得這一次的Apple Watch 就像庫克講的 他不但是買一個安全 他還買一個很大的一個效率 所以年輕人現在如果戴Apple Watch 你是吵 可是呢如果老年人 戴個Apple Watch 他會覺得你七嫌止孝 因為這個家人非常注重你的 健康 所以買一個Apple Watch給你 不過呢 講到後面的另外一個商機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硬體設備之外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2382的廣達 廣達今天的股價呢 今天能夠上漲 但是他是Apple Watch的代工廠 最大代工廠之一 所以股價漲了 不過呢 要請教一下鄭賢哥 因為呢 剛 曉雲哥講得很清楚 這次Apple Watch 你買了就等於是買一個健康 你知道一般以前 我們去看醫生 以中醫來講 他看診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有四個 四大最主要的步驟 比如說這個 旺 文 問 切 什麼叫旺呢 先看一下 鄭賢哥你這個眼睛有沒有腫起來 看有沒有什麼異狀 那文呢 可能文文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個 狀況發生 那問呢 可能問說你最近狀況好不好 那切呢什麼究竟呢 就是切 就是把脈的意思 所以這次Apple Watch 他基本上可以量心跳 可以量這個 這個心率等等 他等於就是幫你把脈 那剛剛小雲講的這個例子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長達十分鐘地獄臨戒指的話呢 他不管你的心跳等等 他就會顯示在螢幕 而且顯示在螢幕之後 或是說你跌倒的時候呢 他也會顯示在螢幕 然後呢 使用者第一個呢 如果你是沒事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忽略 要不然呢 你六十秒沒有回應的話呢 他會自動把訊息打到一個平台公司 這平台公司呢 第一個 他可以直接去聯絡你的緊急聯絡人 這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呢 如果還沒有回應的話呢 他可能會直接打119緊急的電話 所以感覺上這次Apple Watch 真的他就是一個行動醫師帶在身上 你怎麼看 其實我就正呼應了其實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們的股神巴菲特告訴我們 投資Apple 如果你現在還在想 他的硬體賣得好不好 他一直在想說 要不要買個廣達 對 那你就跟他想的不一樣 是 他要買的是一個大數據的觀念 他要買的是一個iOS的系統 過去iOS的系統是掌握了我們下載 非常多的地方 可是我們知道 人最關鍵的就是健康嘛 大家都只有一條命嘛 不是你早掛 就是我先掛嘛 所以 要怎麼樣掌握到這個健康的觀念 這也是Apple 也是巴菲特想要的地方 但不是今天看到Apple Watch 才想到 我們來看這個 之前蘋果 真是蘋果現任的執行長 他在去年就告訴我們 未來十年要供生機醫療 這時候大家都在想說 蘋果要做心電測試儀嗎 蘋果要做藥嗎 對 終於來了 告訴你不是 原來他要用Apple Watch 來連結整個大健康的商機 所以他不是要做藥 他也不是要做醫材 他一樣要做這個最大的Database Database 透過這個Database 就跟IOS一樣 他掌握了大家所有的大數據 然後再來控制這些大數據 來做出他最好的商機 所以蘋果不是做手機 他現在已經想要控制你的心 控制你的腦 這也是我跟大家強調的 不要再把蘋果當成硬體概念股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台股 其實反應的很Smart 其實大家都在想 今年怎麼蘋蓋股的硬體股 都沒有在這個之前漲 甚至鴻海和碩 這些還在之前跌 為什麼 因為蘋果自己都不覺得自己是個硬體股了 可大家還拼命的往硬體上鑽 我記得我在當研究員的時候 這個半夜看這個是很正常的 看完以後要幹嘛 就開始拼命想拆解啦 然後開始這個天意見版 例如說 零組件要拆開來看 LCD版 掃了一個鏡頭 哇 那這樣的話大力官可能會掃多少訂單 拼命再算 現在不在乎這件事 不在乎了 因為現在我們在乎的 你知道硬體毛利已經越來越差了 在乎是誰才是真正蘋果想做的事 這才是高毛利 這麼回來看 到底 電子結合醫療的最佳例子 就是這個Apple Watch 剛剛提到了跌倒偵測 然後提到了自動搶救呼叫 提到製測新電圖 老實說 就蘋果來講 剛剛小元有提到說 哇可以提代一個三萬五 蘋果並不是個高CP比的東西 它的重點其實我們都來自於 這些資料的一個整合 所以我今天不會來跟你講說 這個Sensor是誰做的啊 哇然後這個廣達能夠代工多少 對 這不是我們要講的 因為即使蘋果要的也不是這些 所以台灣其實很聰明耶 台灣漲到什麼股票 剛剛提到了洛宏概念股啊 我們看到洛宏 這個基亞一個人啊 小小的犧牲 因為找到基亞的時候啊 大家都覺得不是很舒服 因為新藥嘛 會擔心 然後覺得怪怪的 然後也會覺得說 這場股票好像之前跌幅比較大 可是基亞一個人的犧牲啊 我們看到今天也有新藥股在大漲 但回過頭來 但美國要賣什麼才賺錢 我們必須務實的說 還是要賣藥嘛 因為藥的毛利率才非常的高 而且藥是什麼 你沒吃不行啦 對你可以說 哎呀我不要運動 不要這個你 你不吃沒有辦法 所以在美國賣藥的才會賺錢 那我們看到我們之前 在美國成功辦的一個新藥 叫綜藥 可是很 為什麼綜藥 如果你有看K線的話 綜藥 今天綜藥漲 對 今天綜藥漲 但是我不鼓勵大家去搶轉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解釋 因為什麼事 我們都需要整理它的基本面 為什麼 新藥開賣時 股價一路下滑 對 因為 要不是你去賣 人家就要買 那這個綜藥來看 的確有營收了 可是這個營收呢 來看是比我們預期來的低 那大家都認為說 以它的賣藥的市占率呢 大概要比現在的營收 大概要多15倍 公司才可以break even 所以我要跟大家 15倍啊 所以我對新藥來看的話 通路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知道 誰幫你賣 其實是世代 以前我常常看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愛海瑟薇 愛瑟薇叫做愛情藥不要 他就在講說 到底怎麼賣藥 就是這個人要拜託醫生啊 怎麼樣的 你不是五大藥廠 人家憑什麼幫你賣藥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講 很多新藥 為什麼常常在賣 第一顆的夢醒十分 就是因為 你如果不是五大藥廠 幫你賣藥 不好賣 所以老實說 這就是新藥的問題 有現前的通路會比較方便 那再來呢 那為什麼學民藥不會 因為學民藥比較便宜 那大家就會 有得用就用 所以反而新天來看 今天在台灣賣學民藥的公司 今天都表現得不錯 6576的易達在美國賣 這個今天是漲停版的 那之前呢 這些在美國賣學民藥的公司 有些人為什麼 因為學民藥就是 你跟我一樣 我就可以用你了 所以他比較不需要 效果一樣 拿價格便宜 那可是 以前在台灣賣學民藥 會有什麼問題 台灣賣學民藥 你如果有天把健保 寄付拿出來看 你看會笑死 一顆一塊錢 感冒要一顆一塊兩塊 還在殺價喔 還在殺價 所以在台灣賣學民藥 我跟大家講 沒前途 要在美國賣學民藥 我舉例像易德 我不是要叫他買 我只要跟他說 像易德為什麼 他虧這麼多 還有二十幾塊的股價 因為 我們講這個呼吸的氣喘 很多人小時候都會 都看過有人這樣 你們知道 這個基本上是學民藥喔 這一劑就呼這樣 這樣多少錢 多少錢 大開發台 吸一口多少錢 對 一個噴霧 一個噴霧一罐 這一罐這樣多少錢 在美國 對 在台灣的話 三百 在美國的話 一百美金 三千啊 學民藥 對 這就是美國的藥價 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對 所以我說在美國 誰能賣學民藥 我們就把它列出完 像這個美食 之前說戒毒藥 可能要上市 目前沒有 去年賺0.03 52.1 易德也是 要賣氣喘藥 還沒有上市 泰福 蛋白質藥 還沒過關 79塊 是 易達 今天擋停版的公司 前列腺藥 還沒有上市 85塊 安城藥去年還是賠錢的 所以比較起來我們發現 有一個在美國已經賣的 叫1720的升達 他在美國的糖尿病藥 不再已經上市了 而且已經易住營收了 而且比較起這個獲利 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在賠錢 因為他有賣嘛 他有賺錢嘛 可是他的股價呢 好像是裡面最低 那到底在賣什麼藥呢 我們看他在美國 我剛剛有說過 第一個 糖尿病的藥他已經開始賣了 他有在賣 糖尿病大不大 這藥大家都會清楚 第二個叫 肌尾縮廁所硬化症 這是什麼 聽起來沒有人聽 很複雜啊 重點是什麼 它是孤兒藥 孤兒藥在美國有個什麼特色 貴 貴 因為他認為你願意開發孤兒藥 你們知道這個藥 沒有什麼能用 但它的市場有13億 為什麼因為孤兒藥貴 因為大家可能 你講到美國的藥貴 我還是很有經驗 我在夏威夷看一個感冒 花剛好多少 300塊美金 就拿幾顆感冒藥 300塊美金 就超台幣塊1萬塊 真的非常誇張 我一直在跟大家說 在台灣玄名藥廠 你不要理他了 真的 他就是個穩定獲利 叫做配息股吧 像今天中化集齒大漲 我們也恭喜他 但是我跟大家說 你就只能固定你他的配息 永幸也是一樣 他們公司沒有不好 但是你就固定你他的配息 但在美國可以賣的人才有 但如果森達只在美國賣 好像還不能反映他的價值 我們再看他在哪邊 還有做一個販售的動作 那時候我就參加森達法說 森達那天發言法說 他給我們的資料 大陸 日本 美國 我來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新的政策 我們不一定要講 我們可以講一個全新的政策 學民要下一個決戰點 不是在日本 不是在美國 在中國 因為中國現在做出 叫做一致性評價 如果大家可以記錄這個 新的學民詞 叫一致性評價 以前學民要是 你們只要跟我一樣 都一樣 販售你們都可以來賣 因為只要正名跟我一樣 我的專利提過了 中國現在改了 因為太多人要賣了 而在森達裡面來看 不好意思我們看下一站 他的中國的一個策略 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在中國也要開始想 這個一致性評價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未來的發展當中 其實大健康的概念 還是要賣藥 因為藥的毛利率高 那我覺得也許是投資朋友 在這個大健康概念 可以選擇的標的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